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叶下猪 这个叶下猪呢 它是来源于大极客叶下猪鼠的一种植物 这个植物呢 它长得非常的特别 它的花和果都藏在叶的下面 果实一颗颗如同细小的珍珠 所以它得名叫做叶下猪 也有些地方呢 叫它珍珠草 龙珠草等等 又因为它的叶有皱开叶合的特点 所以呢,它又得名叫做阴阳草 我傍晚的时候去拍它呢 它的叶子就合起来了 叶下猪和我国南方地区常见的水果油干纸 是同科同鼠的兄弟 所以呢,它还有别名叫做甲油干 叶下猪这个药用植物呢 虽然它的名字里包含了比较明确的外观辨认信息 不过呢,因为与它相似的植物比较多 特别容易混淆 所以呢,仔细了解它的植物形态非常的重要 这个叶下猪呢,它是一年生草本 尽直立 枝常常倒地卧躺 而后向上生长 尽的肌部呢,稍稍木之花 楞枝具有刺状纵 也就是说呢,这个纵纵如同刺状突出来的样子 它的叶子呢,是单叶护生 叶片并不是对着,而是错开来生长的 叶片的排列比较紧密 叶片与叶片之间呢,如同浮瓦状,有些层叠 叶子的形状呢,是长植圆形或是举圆形 叶的仙端有个小尖尖 叶的肌部呢,圆顿而稍稍有些偏斜 没有叶饼 它的花呢,常常是两到四朵,畜生于叶叶 但是通常只开一朵花,而且花非常的小 小白花有六个花瓣 果实的形状呢,是扁球形 果实的表面凹凸不平,有许多小凸刺 这些呢,都是叶下猪敬叶花果比较独特的形态特征 可以区别于其他相似的植物 比如说猪子草,沙地叶下猪等等 叶下猪作为药用最早可见记载于青草和克检所著的 生草药性备药 记载了它可以治疗小儿肝脊,肝眼,头疮等等 而到了现代,叶下猪的功效应用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叶下猪的用药部位是犬草 它具有清热解毒,沥水消肿的功效 在临床应用的时候呢 第一,它能够清热解毒,可用于热毒症 尤其善于消疮毒 对于小儿头疮成堆,笼包解肿 等一类的化龙感染性疾病疗效较好 也可用于热毒下粒,治疗肠炎腹泻 以及目刺肿痛,延起云雾,风火牙痛等等 第二,它能够沥水消肿 可用于黄胆,水肿,热鳞,石鳞 而现代,它对于肝炎,肾炎水肿,避疗系感染等疾病的治疗 可以说是该功效的延伸 现代对于叶下猪鼠植物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源于1988年有关猪子草的一篇报道 这篇由美国和印度学者联合发表的研究论文 指出猪子草能使乙肝病毒携带则转因 转因率达到59% 自此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该类植物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研究表明,叶下猪含有丰富的有机酸、生物碱、黄铜、木脂素 以及贴类化合物等等 具有保肝护肝、抗乙肝病毒、抗肝肿瘤、抗菌、抗氧化等多种药理活性 这些研究成果为拓展叶下猪的现代应用和开发都起到了很好的铺垫 除此之外,叶下猪在民间也被用于治疗单纯性实际消化不良 以及毒舌咬丧等等 应用的时候呢,常常是全草加水煎煮 滤取汤汁 内服或者外洗 如果使用鲜瓶的话呢,用量要加倍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